她凭借黎霸女人和狗一炮而红 饰演的枣花不愿被世俗的家所束缚 毅然和丈夫提出离婚 而枣花这个角色似乎也是她自己的真实写照 当红时她不顾世俗眼光毅然嫁给初恋 然而婚后发现自己的选择和想要的生活未到尔齿 她毅然提出离婚 好在她之后再与良人人生实现了圆满 吴玉华出生山东 后来跟着父母去了杭州生活 尽管有着男方女孩的美貌 但并没有改变山东人豪爽大方的性格 小的时候十分调皮一点 不像女孩子经常惹父母生气 父母越是教训她 她越叛逆 后来父母直接不再管她 随着年纪增长 这个假小子越发漂亮 大家这才注意到她 上学后她才懂事 不再调皮 也开始学着打扮自己 高中毕业后 她响应号召下乡去劳作 尽管十分辛苦 但她从未抱怨过 这段经历也磨练出了坚韧不拔的性格 后来接触到表演后 便立志当一名演员 高考恢复后 她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视学院 虽然比试都通过了 然而在面试时却落榜了 这次给她的打击很大 但不久之后 她便重拾信心 准备来年再考 凭借自己努力 第二年她成功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 离自己梦想更近了一步 进入军艺后 她开始系统学习表演 更是积极参加排练 性格大大烈烈的她 结识了不少朋友 那时的她可以说 在学校是个名人 长得漂亮 成绩好 追求她的男人很多 但她却没有任何兴趣 大二那年 她因为长相出众 她被导演看中 邀请她出演电影《逆光》 电影播出后 她深得观众喜爱 不少粉丝纷纷来到她的学校 想一睹她的风采 那时的她更是收到了很多的情书 也拒绝了很多男生表白 在她心里表演才是最重要的 感情没啥兴趣 直到汪俊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她的想法 一次上课 老师让汪俊回答问题 她支支吾吾脸红的像苹果一样 她从没见过 有如此腼腆的男生 然而也就在这一瞬间 她对她有了异样的感觉 后来她才知道 这种感觉较喜欢 但是两人都面临着毕业 这时候谈恋爱似乎有些为时过晚 她考虑再三决定 把这份喜欢埋在心底 毕业后 她被分到了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 刚下车 她便看到汪俊 自己课堂上 对她一见钟钟情的男生 她内心激动不已 埋藏在心里的感情 瞬间涌上心头 她觉得这是缘分 便决定不再隐藏 之后两人相识 因为是同学原因 两人关系越发熟络起来 他们经常一起上课 一起排话剧 两人几乎是形影不离 像极了恋人 只是两人谁都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一次午后 分别时吴玉华叫住了汪俊 直接向他表白 更是表示自己上学那会 便暗恋他 汪俊听后十分惊讶 同时内心也十分开心 其实他早就喜欢吴玉华 只是那时他是学校名人 追求者众多 自己觉得配不上他 所以一直把这份感情埋在心里 就这样两人确定关系 之后两人互相鼓励 共同进步 一起规划着未来 但两人对未来规划截然不同 吴玉华想要当演员 进入演艺圈 不甘心一直待在话剧团 而汪俊则想继续深造学习导演 两人对各自前程非常支持 一同努力去实现自己梦想 吴玉华辞去话剧团工作 进入演艺圈 寻找机会拍戏 而汪俊北上考上学习导演专业 凭借多年的话剧舞台经验 没过多久 他便收到导演邀请参演电影《五号机要员》 他的表演也得到了导演和观众认可 之后 他又先后出演了《起诉》和《通天塔演技》 得到了很大提升 也变得小有名气 而真正让他一炮而红的 是他出演的《黎巴、女人和狗》 剧中他饰演了不甘被就思想束缚的早花 不顾世俗眼光毅然提出离婚 成为葛家村一代传奇 名气大增之后 他开始片约不断 先后又出演了《陆路、女人和景》和《古传、女人和网》 事业迎来巅峰 成为当红演员 而此时的汪俊也学成归来 只不过是一极极无名的导演 两人恋情曝光后 大家并不看好 无论是地位和名气 两人有着天壤之别 都觉得汪俊配不上吴玉华 但他并不在乎世俗眼光 毅然选择在当红时嫁给汪俊 婚后两人十分甜蜜 拍完别说再见后 吴玉华开始放慢脚步 把更多时间放在家庭上 那时他觉得自己也到了年纪 想要个孩子 但事业刚起步的汪俊 却不想要孩子 两人出现争吵 每次两人谈论要孩子这事 汪俊都坚决反对 几次三番争吵 让两人感情出现了问题 最终两人不欢而散 离婚后 吴玉华十分伤心 他只是渴望成为一位母亲 这有错吗 后来他把所有精力 全部投入事业上 不久之后 一次偶然机会 吴玉华再次遇见了爱情 在一次聚会上 吴玉华遇到了画家莫大峰 两人是校友 这让彼此拉近了距离 莫大峰的才华 深深吸引了吴玉华 而吴玉华身上的忧郁气质 让莫大峰非常着迷 得知吴玉华刚经历一段失败婚姻后 莫大峰对他心生怜爱之情 于是经常安慰他 照顾他 带他出去散心 在他的陪伴下 吴玉华慢慢走出离婚阴影 之后两人感情升温 在朋友撮合下 两人走到了一起 婚后不久两人便有了孩子 吴玉华实现了成为母亲愿望 后来两人又生了二胎 吴玉华也慢慢淡出荧幕 在家相夫教子 如今吴玉华已经64岁 经历挫折和失败的他 最终迎来人生圆满 而汪俊和吴玉华分开后 他全身心投入事业之中 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家 他创作的《小别离》 《小欢喜》等作品 深受大家喜爱